乌克兰军队前总司令扎鲁日内 不单被发配到了英国当大使 甚至直接被勒令退出现役了 泽林斯基这一手玩的可绝对是够狠的呀 几个月以来就不断有传闻 说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 对三军总司令扎鲁日内很不满意 几次三番做出要把他解职的决定 最近传闻终于落听了 不单扎鲁日内被解除了三军总司令的职务 而且呢他被发配到了英国去当大使 位置是不错 泽林斯基甚至说扎鲁日内自己是同意的 但谁都知道这就是一种放逐 而且在扎鲁日内动身去伦敦之前呢 乌克兰内部还传来消息 说前两天扎鲁日内进行了体检 体检结果证明他已经不适合再做一个现役军人了 所以这位前三军总司令被勒令退出现役 换句话讲你一点点东山再起的可能性都没有了 所以很多人说啊 泽林斯基这一首玩的够狠啊 他真是把事都做绝了呀 为什么泽林斯基和扎鲁日内 这就是患难战友 现在有点反目成仇的感觉了 很多人分析 这都是泽林斯基在保自己的位子啊 本来今年可是乌克兰的大选年 泽林斯基的总统任期在今年是要结束的 可是泽林斯基几次三番的站出来说 由于国家正处在战乱之中 所以呢 无限期的推迟大选 那么他自己自然可以无限期的继续当这个总统 这已经引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不满了 而另一方面呢 早就有传闻说 美国那边想换人了 美国想把泽林斯基拿掉 换另外一个人上来 以便和俄罗斯谈判 所以泽林斯基今天位子真的是很不稳 另一方面呢 乌克兰战争打了两年多 所以扎鲁日内在民间的声望非常高 多份民意调查显示 他的支持率甚至比泽林斯基还要高 所以泽林斯基真是担心啊 这位前三军总司令会不会功高震主啊 而另一方面呢 美国其实啊 有这个抛弃盟友支持政变的潜力 比如说当年的越南战争期间 南越国内就发生了政变 当家人吴廷燕被当街打死 后来证明啊 南越这场军事政变 是在美国肯尼迪政府的默许之下进行的 军队政变了 把总统推翻了 军队大佬继任为总统 这样的剧情 有没有可能在乌克兰上演呢 所以泽林斯基现在非常担心 因此他一方面要下狠手 改换班底 把扎炉日内远远的发配到英国 而且不能让他再成为现役军人了 你将来回归军队的可能性都没有 另一方面 这才能彻底绝了美国老的心 让美国没有换掉泽林斯基的可能 咱们不得不说 泽林斯基这一手玩的可是真够狠的 可怜了扎炉日内啊 辛辛苦苦为乌克兰老百姓打了两年多的仗 最终迎来这样一个结果呀